我们就在高雄市议会 而稍早议员黄洁也抵达这里了 不过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呢 昨天他来为议长这个上香的时候 不过被法治局长给骂哭了 针对这个事情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回应 我还是非常尊重就是每一位公民心事公民权 那也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报复性的行动 因为我觉得高雄人都很累了 大家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高张的情绪 大家都希望回归平静 然后正常的公民生活 所以如果接下来这些大家到处罢免 或者是遍地烽火的行为 是为了要报复 或者是找不到情绪的出口的话 大可不必 那如果大家认为我做的不好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给我指教的 在这样的理由上的罢免行动 我认为才是合情合理 那关于昨天您在这个平堂里面 就是法治局长好像有对您就是比较 情绪性的这个言语当中 好像情绪有点激动 那个里面的状况可以再帮我们讲一下 是发生什么事情吧 这个我就觉得就不要再 我觉得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啦 那当时的确因为我知道现场来悼念的人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包括我自己也是 所以这样子的心情可能在很低落的情况下 有一些情绪性的反应都很正常 我也不会去怪罪 也非常能够体谅大家每个人的这样的情绪的反应 所以就不希望再针对这件事再做过多的解读 或者是过多的报道 就让这个事情平静下来 大家赶快回归正常的运作 然后关注该关注的事情 昨天单纯就是因为议长前辈的身份 所以这一个黄杰就有提到说 其实会去悼念议长 就是因为之前议事的前辈 对他的尊敬 不过被说到这一个法治主长认为 是他这个图的大哄哄 也让他是倒抽一口气 也非常的尴尬 不过也说 其实大家都在情绪上 他也不愿意再多做评论 以上是你掌握的详细情形 主播